今天我們6號在傍晚5點45分的時候 我們在花蓮縣政府 大概是26公里的地方 也就花蓮近海的地方 就發生了一個規模5.9的地震 之後隨後7分鐘的時候 在52分也同樣在差不多附近的地方 又再發生一個規模5.9的地震 然後今天我大概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兩個地震的情況 那首先45分的地震呢 它造成的在花蓮市 然後有震度達到四級 然後在嘉義市也有達到三級 那主要這個還有像新竹也兩級 主要這個地震在台東東部造成的震度大概有三到四級 那其他地區可能有一到兩級不等 然後52分的地震一樣因為位置很近 一樣深度只有16公里 規模也差不多 5跟6.1的地震 之後呢到了4月22號23號 那個凌晨的時候又再回到在主鎮附近 有發生一個也發生兩個規模6點6點多的地震 然後之後又到回到了4月27號呢 又回到了北北北北邊的地方 又發生一個規模6的地震 然後今天呢又在主鎮附 然後發生一個兩個規模5點9的地震 那我們根據我們的那個觀測 就發現說其實這這些今天發的這兩個地震 我們還是歸類在說歸屬於跟4月3號的地震 余震是相關的因為就空間上的那個分布 然後最主要可以發現說最近的地震活動 其實他可能往北往北印尼的調整 後來又回到這邊往南印尼的調整 那基本上不管是北邊或者南邊 其實這整個地震的趨勢 雖然今天又再發生兩個5點9 但是整個趨勢我們還是會看到 他逐漸整個餘震的活動 逐漸有在減緩的趨勢 那只是偶爾還是會有幾個稍微大一點的餘震發生 那這是以下那個關於地震活動的說明 那因為未來可能還是有一些那個氣天候的變化 所以可能有汛起的部分 大家還是要謹防那個 注意那個地震的後續的餘震活動 造成那個土石的鬆動 所以盡量在山區的地方 還是能夠盡量避免前往 那多注意那個地震防護的規復 注意要點這樣 謝謝 我們下個星期了 謝謝 我們下個星期唱 還有我們下個星期的影片 我們下個星期的影片 我們下個星期的影片 先畫 Até個星期的影片 請來分享